謝謝 謝謝 然後大家進到 日本人怎麼叫做 所以他剛剛在講的 這個 很多內容是從 圖裡面看到歷史 從歷史看到文化 從文化看到人的生活 這一張圖就說很多東西 跨點頭跟圖片歷史資料 其實不是為了過去的人 了解歷史從來是為了 當代的人,我們要知道 我們未來要往哪裡走 所以有歷史感的人 他就是一個有方向感的人 其實有方向感他本身是因為建立在 又以台南列 建立在一個歷史文化的脈絡上 他的方向感會變多脈絡 這個事情其實是關於 我們現在在面對 比如說400個問題 這套圖其實給了我們 對於過去400年來 這個台南的型貌跟世界的關係 就是衝動的想像 在這個基礎上 怎麼往前走 我覺得是很重要 對於是 對於是 我們要來的 我們要來的 我們要來的